叙利亚反抗军再度发起攻势 十天以后 已经从西北边界的阿勒坡 和伊德利布一路南下 攻占中部城市哈马 并且往荷姆斯挺进 六号已经到了荷姆斯城外 同时招降政府军的战事 反抗军领袖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强调 阿塞德政权已死 叙利亚反抗军气势如虹 占领了阿勒坡跟伊德利布后 一路向南 周五已经达到中部的哈马 并往荷姆斯挺进 反抗军主力沙姆组织的领导人 罕见接受媒体访问 他说这几年 反对派武装势力统合了彼此的意见 并在反抗军占领区内 建立了协调机制 沙姆组织的前身是盖达组织 在叙利亚的分支 这几年他们努力塑造温和形象 希望赢得民心 但很多叙利亚人半信半疑 所以还是有大批平民出逃 专家认为经济等问题使阿塞德政府弱化 支持阿塞德的外部力量 这几年忙着其他战争 都是反抗军迅速扩大占领区的主因 反抗军控制阿勒坡之后 赦免投降的政府军跟警察 发给他们保护卡 保障他们的安全 很多投诚的政府军说 他们看到社群媒体上 反抗军的招降讯息 决定投诚 反抗军发言人说 两天内阿勒坡就有 1600多名政府军申请保护卡 综合报道